好 我們來關注一下 現在目前 中國大陸的電動車 汽車百人會 這引發了全世界的矚目 因為3月16、3月17號 舉辦兩天 他們是要講 能源汽車發展的趨勢 而到場的是現在目前 等於說 中國大陸最頂流的 電動車的新能源大佬們 所以我看到包含了 華為余承東 小鹏汽車的何小鹏 以及王船福 通通都有出席 所以使得很多外媒 也在關注這一場 電動車的聚會 會講出什麼樣一個 未來的趨勢 我們看看余承東 他講說要幫助更多的車企 來實踐智能化 也就是說華為接下來 可能會跟更多的汽車產業 來進行一些合作 還有小鹏汽車講說 我們的智能駕駛行業第一 那自駕車 這個普通消費者 都能夠買得起 未來要推出10到15萬的 A級自駕車 那王船福提到了 只有打好電動車的基座 才能夠蓋好智慧化的高樓 所以比亞迪 他肩負了一個使命 要堅持以原創 顛覆性的技術來催生壯大 新直生產力 也就是最近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提到的新直生產力 其實就是一種AI的一個展現 所以他說這是要突破迭代的 一個臨界點 未來三個月的話 中國大陸恐怕 新能源車的滲透率 將會超過一半 突破50% 也就是說將要進入到一個 非常慘烈的淘汰賽 這個是來自王船福的一個說法 所以其實外媒在講說 現在會有很多 中國大陸的一些汽車行業要倒閉 說不定也是真的 因為要變成一個淘汰賽的階段了 你當然是強的 才能夠在這個市場上面生存 再來我們看一下 我們看未來汽車的CEO李斌有提到 十年之後 全球的智慧電動車的產業的前十名裡面 將會有五家 會是中國大陸的公司跟企業 所以其實他們已經有拿下一半 全球一半市場的這樣的一個決心 跟一個喊話了 那看看比亞迪 現在傳說中國大陸的政府要求 就是接下來比亞迪 還有這些中國電動車的一些廠商 如果擴大採購半導體的話 要盡量避免外國製的半導體 盡量是用這個Made in China 就是我們要這個 等於說自己的人用自己的貨這種概念 我們不要去用外來貨 現在全部要用中國製的半導體 而且你看看其實對於王船福來說 他一直就覺得說我們要傳揚中國人的驕傲 要把這個中文字漢字這個文化傳到這個世界各國去 我們看前一陣子其實我們截取他們的官網上面 他們就是用這個唐宋元明清就是用這種朝代名稱來取了他們的汽車名字 那就是他這一次還講到說其實不光如此 暗箭啦 因為我們台灣是沒有比亞迪的汽車 所以我們聽起來很新鮮 可是中國大陸的比亞迪車主可能早就見怪不怪了 我們台灣都是這種啟動箭一定是power 可是在中國大陸這邊如果你是開比亞迪的話 它啟動箭是這樣子的字體 寫著啟動 那他講說這個漢字就是我們中國人五千年的文化 我們來聽一聽 這個按鈕全是中文字 你說中國人的五千年的文化是什麼 對 那我們的按鈕 對 按鍵 就這麼一個中國夢的體現 在別的世界做不到 我們能做到 但是可能說的 很多人覺得這個 哇 你這個按鈕要用洋文好賣 當你銷量或你的理念有衝突的時候 你怎麼選擇 對 我們他是堅持 我們是中國 很難想像 中國有一天一定是 福興的 偉大的中國 所以聽得讓大家覺得很慷慨激昂 因為過去 不論在中國大陸或是台灣 其實我們從小的成長歷程 都是要叫我們說我們一定要去學英文 那現在能夠聽到說 為什麼不能你們洋人來學中文 那感覺當然是聽起來覺得 這真的是我們中國人的驕傲 那所以他就講到 你看看這個李雲飛 他是公關經理 他說我們出口到外國的汽車 都是採用中文菜單 事實上我們看到他們圖片上面 各個按鈕全部都是寫著中文 我們要學習英文 那為什麼老外不能夠學習中文呢 所以現在真的是很多的外國人 他們買下了比亞迪 真的開始學中文了 我們來聽聽 對 你要跟他對話 你一直叫小雞他不理你 然後叫小迪 比亞迪的迪 小迪 然後他們才會理你 所以他們還拍下了這樣子的一個短影音 也就是說現在 因著比亞迪 就是王川甫已經打破過去100年 就是全球按著美國的遊戲規則走 那你去跟美國玩他的遊戲 你當然玩不過他嘛 所以他現在要建立的 是中國人的遊戲 創立新電動車的遊戲規則 就是未來的規則 法則 遊戲規則 由中國人說了算 那所以當然很多中國人就說 我們就是要挺比亞迪 那你看看比亞迪 他們的總部也被人家查到 哇 非常漂亮 是一個六角大廈 我們看這個畫面上面 這個看起來以為是那種科幻片 事實上不是 之前是比亞迪的總部 在夜晚拍攝的一個 空拍的畫面 人家看起來說 這完全不輸蘋果的優服總部 看起來非常非常的有科技感 那他們就講到說 這個附近其實還有這個比亞迪路 比亞迪小學 所以坐比亞迪人 上比亞迪學校住比亞迪房 他這個總部可以容納15萬員工辦公 相當於五座北京故宮的規模 那這個網路上面還有講說 只要你想你可以一輩子 都不走出比亞迪 甚至在園區還有這樣子的巴士 就是像我們看到類似像這種捷運 他們叫做雲巴 在這個園區裡面 有快速穿梭 可以前往辦公室餐廳以及員工宿舍 還有一些娛樂場所 那在這個六角形的大廈裡面有全球最大的一個專利牆 上面布滿了比亞迪數萬項的專利當中 其中的一千多份的專利證書 那比亞迪的員工也都很喜歡開比亞迪 甚至還有這種交車儀式 我們來看看就是他們會有定期 比亞迪的員工 有些人可以搶先買到最新的車款 他們會有這種非常盛大的交車儀式 就由這個王傳福親自來主持 然後給每一位買比亞迪新車的員工 給他們這樣子遞上一個象徵 汽車鑰匙的一個牌子 親自來給車 所以你看看 王傳福在很多訪問的時候他有講 他說我不搞別的 我這一生我就是除了比亞迪一無所有 你去什麼查詢我的資料 我就只有這一家公司 我就是比亞迪 我就是要把比亞迪給做好 所以他是把全心全意專注 都在比亞迪上面來打這場電動車之戰 我們先來問一下亮哥 亮哥怎麼看現在這個 中國大陸的電動車 為什麼讓這個世界瑟瑟發抖 比亞迪很特殊 因為他是一貫作業 他也有電池製造 他的電池 電動車的電池 事實上僅次於林德斯代 所以為什麼他可以 把性價比弄到最大 因為第一個他電池不用外購 所以如果真的電池要排隊緊缺的時候 他沒有這個問題 當然這個專制 專心 專心做一件事情很重要 因為比亞迪坦白講我們一路看他長大的 以前也會代工 做一些有的沒的 做機車 做一大堆 以前也跟富士康不是都在代工嗎 對不對 可是他後來就專注 專注來做電動車 專注之後 後來他就累積了 比如說你剛剛講到有1000多項專利 事實上他目前就是第一個是電池 保持領先 而且他是自己製造 因為這個部分大概成本就佔40% 所以電動車為什麼美國覺得 比如說德國賓士就不完了 美國除了特斯拉之外 大家也都不敢跳進來 因為你就要想 第一個是電動裝 政府是不是全力支持 第二個就是是不是有一些 補貼消費者的政策 要推廣 第三就是你的自治率 到達什麼程度 比如說大家就覺得電動車電池 可能包括他的上中 我們講那個上游原料 還有比如說原料的提煉 還有包括重要的零組件的製造 可能都被中國主導了 那個主導的程度 大概60%到70% 80%都有 所以當然他就是 坦白講人家也進在裡面 進了十幾年了 才有今天這樣的成果 好 來問一下立將軍 BRD會讓中國人感動 有一個很大原因 就是它的很多元素 它都展現出來 民族的一個自信心 它不再用美國或歐美國家 那些Logo在裡面 我們看到它現在最有名的 那部車叫做U8仰望 你看那個車燈整個造型 就是中國古代的時候 頂的造型 它從車燈這種形狀 就是我們古時候頂的造型 你知道它電動車那個Logo 大家一看以為是樹枝 你知道它那個是什麼 它那是甲骨紋的電 就是它裡面包括它的Logo 包括它的造型 都有中國元素在裡面 也展現出來整個中華民族的 一種自信心 我不需要靠歐美來 好像要借助歐美的元素 我才能夠讓自己覺得說 有立足之地 我中國就是 中華文化還是強盛的 所以它這第一點 在中國來講的話 民族性那種挑起民族的 那種愛國心的話 它很容易就能夠讓所有中國人 都認同它這個產品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都知道 其實在第一次能源危機的時候 全世界各個國家 尤其是這種車輛大廠 都在想方設法 要研究能夠節能的那種車輛 在日本車系來講的話 我們知道它最有名的就是 Hybrid就是油電混合的車 他們認為要朝這方面來發展 歐洲來講它朝什麼發展 它朝財務車來發展 研究財務車 中國來講的話 它就完全從電容車來發展 那時候日本車系包括 Toyota豐田的車系 或者是歐洲車系認為說 你純電動車根本就是 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包括充電的 電池的科學上面的這種能量 或蓄電能量 或者充電的問題等等 都覺得這是不可行的 但是沒想到說是 反而在中國在電動車方面 它形成一種彎道超車 它不再走傳統內燃機的方式 它在彎道上面做了一個超車 結果它反而在這方面領先 不管是日本或歐洲車領先了一大步 那現在來講加上它性價比高的話 我覺得說加上中國的所謂新質量的 這個新三樣 其中有一部就是電動車 對它來講以後的幫助發展 是可以預期的 好 來請教介老師 對 那個其實 一和一個企業都跟它創辦人有關 一個成功的企業 而且一個企業它的競爭力 往往有的時候取決是 創業的一代還是接班的一代 那中間會差滿多的 因為第一代是創業者 第二代很可能就是怎麼樣 它是等於說經營管理者 創業者有創業者 特別的這種人格格子 像王傳福就是一個創業者 他本身他是窮苦出身 他父母親都是湖南的農民 這樣年輕就去世了 那他就是說從小是他哥哥幫他 讓他 因為他很能讀書 讓他念到碩士 他專業學的就是電池 所以他出來就開始做電池 然後他的人生碰到一些貴人 當然跟他本身的條件有關 中間有一個就是 就是美國的這個 這個Warren Buffett 他的夥伴 前一陣子叫過世 蒙格 蒙格一直推薦這個BRD 他買了兩億美金 投資了兩億美金給他 當時Warren Buffett說 他BRD什麼玩意兒 結果蒙格就說 你要見一見王傳福 他就是中國的愛迪生 愛迪生在美國人的心目裡面 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 他說他是中國的愛迪生 所以你看他是一個有他自己想法 也要趕去實踐的一個人 他的這個用中文其實老早就用 你看他的那個所謂的朝代系列 從秦 漢 他那個車牌 那個Logo 就寫的就是中國字 在喇叭上 按鈕上面就是 因為中國字 這個牌子是秦對不對 他外面的也是用那個 所以就是說車外殼裡面 有中國字的 當然過去像紅旗也是這樣子 中國大陸的第一個高款 那麼他在一般的 所謂的大眾用車 他也用中國字 所以他是很有民族情懷的 為什麼他有這個民族情懷 我聽過也是訪問他說 他說年輕的時候 去美國去做生意你知道 結果去申請簽證 美國大使館就說 你把回程機票拿來給我看 他覺得就說 這其實大陸 我去美國去給你創造就業機會的 你怕我跳船不回來嗎 什麼叫我去美國去拿個簽證 你還要拿回程機票 證明我一定會回中國的意思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 民族的自信心 跟民族的自尊心 也是他創業的過程中 被激發出來的 那當然